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低就是涨66点 收盘是涨70点 那要问各位 你赚钱了没有 其实台北股市每一个阶段我都跟你讲过非常清楚 你该怎么做 然后怎么去面对 买哪些股票会让你成为最大的赢家 那在今天的节目之前 我们首先感谢这一次的版年战法技术教学班 是额满 那也感谢所有的会员也好 投资朋友也好 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那我想在这次投资讲座当中 你再度的看到我们的威力 那不用讲了 当然第一个就讲今天这个好了 就讲这个好了 来 这次今天早上8点32分 8点32分 8点32分是什么 8点32分是台北股市还没开盘 还没有开盘 来 2454联发科 会员手中破断止股 431到434之间 全速获利退场 空手者及回补者 在这个地方买进 今天在这中间 全速获利出场 那2454联发科 在这个地方 你自己来看不用我看 今天最高是432 时间出现应该是在9点 9点40分左右 因为这是9点到10点 10点到11点 11点到12点 12点到1点 1点到1点半 这大概出现在10点40分左右 最高是432 有没有在这中间 好 有没有在这中间 这是联发科 即我们第一次波段操作 7趟141块价差 第二次15天8趟 累计获利价差85块 到第三次的联发科 我们区间来回一直的操作 累计到现在61块 好 累计到61块 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每天都跟你讲 联发科是我们从现在开始 从过去现在到未来 一直会来回操作的股票 请问各位 你赚钱了没有 2454联发科 我们每一天都跟你讲 这是今天8点32分的动作 过去我把这支股票称作是什么 我过去称它这支股票叫做 联合初级 发财致富 科技超群 联合初级 四核心 八核心晶片 发财致富 股价会创新高 科技超群 晶片热销 这个叫做联发科 各位我从过去一直跟你讲 同样我每天都跟你讲 我有联发科 你绝对不可能跟上我们脚步 我常跟各位讲 这一波联发科 操作我们是把 资金分做两部分 一个是区间的股票操作 一个是波段式操作 如果短线在10块以内 我们每一天都做价差 如果大一点20块30块 我们波段单就会出龙 所以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如果你今年要选择台北股市 业绩明确度最高的 明年产业反转最明确的 或者说在这边本质是非常好的 那联发科是你首选之一 不二法门 我讲的非常清楚 包括这一次上一次上上次 来参加我投资奖座 我都是公开的跟你证明 在我们上一次 在这一次联发科 第三波段的一个操作当中 从405第一趟到425 卖出20块空间 到了波段448 近高点全处出场 各位记不记得当时在这地方 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448.5那天 要跟各位提醒说 它是一个卖方 你必须站在卖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当时我提出一个证据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站在卖方 好 我跟你讲说 从它过去的股性惯性 跟你讲很清楚 它都是沿着五日均线 月线走 有没有 我说那一天比较特殊 这个地方是412 这边412 这天高点448 我说这个叫做背离 背离就会拉回修正 到了月线 又是一个波段转折 一定要站在卖方 所以连续两天 410块 我一直鼓励各位 赶快买赶快买 今天最高又是432 你扪心自问 我每一天都跟你讲这档股票 为什么 从过去来 我一直跟你讲 就从第三阶段来看 联发科 有没有 今天我们看今天的动作 今天动作非常明显 时间是在8点32分 8点32分 波段单431到430间全速获利退场 这都证据 过去第三个阶段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来跟你讲这个阶段 它是400到450块的区间 有没有 讲得非常清楚吧 这里面的证据410块买 410块买 然后这边一定有来 证据都给你看 然后再来410块再做买进 证据都给你看 那接下来我们有做部分的卖出动作 一部分卖在425 证据都给你看 然后这一天卖在435 可是这一天435没卖到 我们诚实讲 然后你可以看 这一趟一趟动作都是证据 425卖的412.5到414 再把它接回 再把它接回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所谓前几天高涨卖出的持股 那时候挂432卖 然后416到416.5再把它接回 再把它接回 然后425卖的 又用411412再把它买回 有没有 然后422以上 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获利的卖出 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 422卖出者413再把它接回 有没有 然后这地方都可以给你看 证据 所有证据都给你看 来410块411再重新买回 再重新买回 各位今天又到432 今天又到432 那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430 这个联发科手中波段基本持股 430 获利退出 每一笔单 都规规取取 清清楚楚 这是前一阵子的操作 这是今天最后一趟的操作 431 434 8点32分 全速获利退场 那过去在这段时间 第三波的一个操作联发科当中 我说过了 任何的买卖 我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第三波的操作联发科 今天是累计61块 不管今天买在哪里 卖在哪里 我证据都留下来 同样一档股票 请问各位 你联发科赚钱了没有 不要说前面 第二波段当中 联发科当时在385的时候 377.5的时候 我曾经公开跟大家讲 我说他在复制什么模式 你知道吗 他在复制这种模式 过去这种突破之后 常多格局的模式 我说这个地方突破之后 就是这种模式 有没有 当时买进的证据 各位来看一下 377到378.5买进 当时买进的证据 384买进 当时买进的证据 383 388买进 当时买进的证据 388市价买进 然后接着呢 最高来到48.5 我是不是跟你讲 全部初清 各位记不记得 那时候乖离过大 我跟大家讲说 全部初清 我说就算我每天 跟你讲我做联发科 你有本事 你跟着我一起来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 不管这几次投资讲座 我都告诉你 一定提前买联发科 每一次大跌 我都跟你讲买联发科 各位这重不重要 你看到联发科 在现在看到说八核心抢手 过去我早就跟你讲过 第一个阶段 联发科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有没有 第一个阶段的联发科 从306到382 有没有 306到382 联发科总共7档的操作 累计获利141块 这第一个阶段联发科 第二个阶段 来回做价差 联发科 从377一直到402 我们卖在398 那个累计价差85块 每一笔交易都规规及规清清楚楚 第三个阶段联发科 到今天为止是 61块 各位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这中间我每天都跟你讲 为什么要做它 不管是产业的观念 或是基本面的一个所谓认识 或说明年的业绩营收的成长 法人的一个认购 年底法人的坐账 我都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就像大盘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量价关系 我们过去也讲很清楚 为什么这个盘 我跟各位讲过 低档量价背离 是指反弹空间有限 你要分逼获利调节 最佳的买点将会在第二买点 但是遇到急跌重挫 任何拉回都要找买点 各位你看过去我怎么跟你讲技术面的 来 这是今年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没有 在10月21号以后 特别是10月20号那附近到28 我跟各位讲说 价涨量缩 这个叫量价背离 我说高档在这个地方出现量价背离 他是告诉你 这是一个拉回的前兆 你过高要先卖 你要保留资金落底债工 那一波很多人不听我的话 沿着线一直接一直接 等到所有的均线全部跌破了 半年线跌破了 那个融资一天就20多亿 30多亿这样砍出来 记不记得在这之前的地方 我跟各位讲说 反弹机会即将浮现了 我还告诉你四个落底讯号 只有KD值 那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KD值符合我的一个 所谓落底反转的讯号 因为当时我跟大家讲什么 我当时跟大家讲的是说 在这个阶段当中 K值跟D值 在今年总共有四次 四次打到8的附近 这四次都做到了一个大的行情 当时在这个地方 打到这个低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选择站在卖方 我说那天 没有人敢买 我买给你看 一样是联发科 这一天台北股市重重 我也说没有人敢买 我买给你看 一样是联发科 这一天买联发科 410块买的 后来卖在430 这时候买联发科 又卖在432 各位扪心自问 我也没有公开跟你讲 技术面东西 每一次教学都讲得很清楚 高档量价背离 这是拉回的前兆 你过高要先卖 你要保留资金 那落底你在攻 那低档呢 告诉你反弹 低档量价背 一次告诉各位 反弹空间有限 你要分逼获利调节 那第二买点 它是最佳的买点 急跌重挫的时候 任何拉回 你都要找买点 各位前几天 台北股市在这边 大跌的时候 记不记得 我是市场唯一一个 敢公开跟你讲 一定要站在买方的 过去台北股市 在这边告诉你 一定要避开 这边破线 KD打到8以下的时候 我给你看这张表格 我给你看这张表格 那今天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有的人会问说 老师那接下来行情怎么办 我就直接讲三羊妈妈乐 你问我行情怎么办 我就讲三羊妈妈乐 你说老师 三羊妈妈乐是什么 我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小时候 看过一个电视广告 叫三羊妈妈乐 那其中里面有一个 很经典的一段话 他说上冲下洗 左戳右揉 其实我跟你讲 未来台北股市 如果量能没有放大之前 它就是这区间来回正 那你说老师 区间来回正 到底是要正到什么时候 是什么点数直接正 请听清楚 不管从技术面 不管从筹码面 不管从外资成本 过去外资这一路买 现在短线站在卖方 它的平均成本在哪里 各位 在八千点到八千三百点 也就是说如果短线没有意外 未来台北股市 会在八千点到八千三百点之间 上冲下洗 左戳右揉 它会这边一直来回正 那这里面讲的就是一个个股的表现 那一定有很多人会问说 那为什么上冲下洗 左戳右揉 我都赚不到钱 我几乎每一天都让你赚钱 那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赚不到钱 我想你就买到了整能概念股 什么叫做整能概念股 就是看涨你去追 你就套 看敌你去杀 他就嘎你 然后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如何 选股就如同跳舞 节奏要清楚 为什么 因为现在市场只有一套资金嘛 你如果说在涨的时候你去追 当然要套啊 资金就移在别人身上 等你低点的时候去杀的时候 他就马上弹起来了 或是说低档的时候你去放空 这股票就弹起来啊 所以其实基本上这都还是一个概念问题 那今天第一节 是不断的验证过去我们的操作 跟理念跟观念 那只讲了一档股票 叫2454的联发科 那联发科在第三个阶段 已经进入了所谓的 第六趟的一个操作 那坦白说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说你对联发科 长线操作有兴趣的人 或是你认同我们观念的人 来 节目中广告自行专件 不要客气 拿起电话来 跟我现场联络 下个阶段回到现场的时候 我再跟你分析 未来的台北股市走势 以及现阶段 我们是如何操作 每一天都在赚钱 那你要如何的面对 如何的因应 但是我强调哦 真的钱不是很好赚 你要很努力用心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观念 欢迎来电跟我现场联络 十年关系 我们进一段广告 下个阶段回到现场 我们再来聊 中几阳除华区林长指标 预约两年后的龙井 节目生态水岸宅 苏黎氏8295 0033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投顾 顾德投顾 顾德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师傅 这次取经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别担心 这次出国前 唯有先做出国登陆了 出国登陆是什么呀 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 或是洽商 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 登陆里外资料 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 外交部就能立刻联系我们 提供协助哦 安宁我们就能放心出发了 出国错登陆 安心有保障 欢迎再度回到版权战法的现场 那这两天反弹还是量价背离 那我也讲过了 不管就技术面 不管就筹码面 不管就所谓的外资成本的概念来算 这一波外资是从这边开始买的 从7700最高到8476 他都站在买方 那最近在短线上来讲 下来过程他是做调节的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波段 外资的成本把它算一下 那这个成本在8000到8300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太大的变数 也没有什么利多 也没有什么利空 大盘量也放不出来 这个盘就是山羊妈妈乐 上冲 下息 左戳 右楼 那接着就是8000到8300 来回震荡 各股表现 当然说有更大的利多往上走 或者有更大利空往下跌 那另当别论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五 在今天跟大家讲说 其实台北股市趋势还是往下的 我说只有一个 只有两个原因 能够导领大盘在这边往上 第一个原因是 这个地方一定要补量 可是各位有没有补 没有 第二个原因就是有重大的利多 各位你知道台北股市今天为什么涨吗 很简单 你去看政府在今天找盘的时候 带动金融股整个大涨 金融股就是全面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撑指数的要角跟撑盘的工具 那其中间就释放了一个 官股行库 那个赵峰金要合并 张银的题材 哇 张银早上的时候 就到涨停了 我想只要金融股随便涨一下 指数就是掉不下来 所以我过去讲过说 任何行情都有它一贯的惯性 但重点是在这行情 为什么有很多人他就感觉到说 为什么这个行情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的股票跌 别人的股票却涨 各位 为什么他一直觉得说 我的股票跌 别人股票为什么涨 各位 这个原因要先从这个地方回答你 你何不趁回涨修正的时候 去换股操作 各位今天我讲这支股票 你们心自问讲了多久 第一个阶段联发科 七趟的操作 累计获利价差一百四十一块 第二个阶段的联发科 十五天以内 八趟的进出 累计价差八十五块 我每一天都公开验证给你看 第三趟的联发科 在这一阵子 从四百零五到四百三十二 之间一直来回做价差 累计获利价差六十一块 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每一天都公开给你看 我说我们就这档股票 不管就短 不管就中 不管就长 我们会一直来回做 各位台北股市 不止这档 我只要每一次利空的时候 都跟你讲 这档股票我们一定是握有 而且本身来讲 你都要见着这个利多没有见报的时候 提前先去买 利多见报我们就卖 这样来回做 第一个阶段联发科 三百零六到三百八十二 累计七趟一百四十一块价差 第二个阶段十五天 八趟的进出 累计价差是八十五块 第三个阶段这几天 累计价差六十一块 请问各位问问你自己 联发科你真的赚钱了没有 你今天看我每一天都跟你讲 然后接着给你一些正确的观念 常常跟各位讲说 股票市场 要在人家不知道利多 先提前卡位 二五四七二日甚深 你看我今年做了十几趟 真的不跟你夸张 当台北股市最一波在 最后一波在二五点四到二五点六的时候 我在这段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去买它 为什么要买它 为什么要买它 我当初讲的原因很清楚 这一天 我说你一定要去买它 为什么要买它 因为第三季季报即将出容 我说第三季季报 它公布出来业绩一定是好的 我当时跟你讲的很清楚 它公布出来业绩一定是好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二五四到二五六去买 好了 等美和四呢 公布出来说 日生生的一个第三季营收 在这个地方是成长 十月成长三四倍 第三季营收 EBS是十点三四 抱歉写错 十点三四元的时候 请问各位 过去股价在二十五块四买的 它后来股价跑到哪里 它跑到二十八块八 跑到二十八块八的时候 我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私家获利全书 我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最高点还来到多少 最高点还来到二十九块一 有没有上礼拜五 我说常常跟各位讲 好的股票 买好的股票就是好的开始 我一直跟你讲 日生日中股票 会一直来回做 一直来回做 而且它明后年 又有个日盛的所谓 板桥幸福日盛站 那这个地方 它要做一个五百亿 我先跟你讲 四千零九户 住宅的部分 全面销售一空 办公室跟商业大楼 销售是百分之八十左右 好 这我跟你讲非常清楚 所以为什么 好多股票可以一直来回做 那也是要利用节目中 也是要利用所谓的新闻资讯 还没有出来之前提前布局 记得上一次的投资讲座 请你所有人留下来 告诉你 拜一买这支股票 买这一支 你说老师 这哪是股票 没有错 这个叫台北幸运捷运计划 幸运捷运通车 各位你看看 当时2520的贯德 我跟你讲过多清楚 这个地方提前买进 买进的价格 买进的内容资讯 全部在这 全部在这 甚至包含什么什么 明年怎么样 EPS可以达到多少 明年EPS上看8.2 2015年 EPS上看6.94 来 当时买进38块多 等到报纸出来的时候 当天收39.2 等到报纸那天 10月 11月20号 礼拜三公布出来的时候 他开盘直接到哪里 他开盘直接到40块7毛 两天短短的时间 有没有 你买10张赚2万3 买100张赚2 3万 只有 其实讲起来只有一天 前一天 买隔天利多出来卖而已 各位 这个我也没有公开跟你讲 那次的投资讲座 在敦化南路 在地下室的时候 整座 整间满场 我最后请你留下的人 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你真的摸摸良心 扪心自问 我跟你讲真的 每一次我都公开跟你讲 然后接着下来 这档股票我们做了两趟 为什么做两趟 我们跟你讲 鸿胜今年 这个节式拼转银 我们跟你讲过很清楚 今年的这档股票 鸿胜 他最近有两个利多题材 第一个五分钟内 三户的地保 卖给河南王王任生 砸了10亿 10亿买了三户 这10亿要第二季入账 这个就是王任生先生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 台湾的在河南 最大的一个企业家 那这档股票呢 我们跟你讲过 上下区间一直来回 做有没有 已经开始进行第二趟操作 明年我讲清楚 明年EPS可以赚到8.2元 8.2元 现在股票20多块 我们已经做两趟 2534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这个 所谓的鸿胜 我们已经来回做了两趟 各位 这些东西我都有公开跟你讲 我真的都有公开跟你讲 而且我告诉你 在11月的操作当中 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找营收财报 好的公司去操作 第二个就是找寻那种 题材的股票 不管你看到最近的 什么市基 第三支付 还有最近我们看的 游戏基 感恩节要到了 然后这个所谓的 游戏软体 游戏基 或是我们在这边看到 什么第三支付 市基概念 或是最近比较热门夯的 有所谓台湾自由经济贸易区 大陆的所谓的 重要人物来台湾参观 也带动这些相关族群 甚至还有一些 市基题材的概念 你一定要去找营收好的 是有题材的 有没有 这个地方会强者很强 各位 接下来 今年真的都快结束了 马上就要到除夕了 那这个阶段 如果你真的 再不把握赚钱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 非常非常可惜 我说过年前 各位一定有很多预算 你要去筹备的 包含了天心医 换车 医疗 贷款 押税前 购物 保险 开销 旅游 学费 保健 杂资 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常常讲 股市最大的优因 就是来自基本面的反应 只要真的去选好股 换好股 甚至现在做错股票 都没关系 你去提前布局 明后天有比较大的利多 是在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我们怎么讲 就是所谓的一个 游戏机的部分 那不管是S8也好 不管是所谓的一个 PS4也好 然后甚至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说 这个iPad 圣诞节的礼物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 这些的东西 浸在这些好的股票身上 如果对这档股票 底部七档股票 有兴趣的人 节目中 广告知情专线 欢迎直接打电话来 跟我线上联络 联络 看询问 这些所谓 过去我们谈到 基本面反转 营收成长 底部反转的股票 只要有兴趣的人 想要做布局的人 麻烦节目中 广告知情专线 拿起电话来 跟我的 线上联络人联络 把握赚钱的机会 强者很强 业绩成长 营收创新高 市场认同度高 外资法人同步持有的 来 为了年前预算做筹备 想要提前布局 买进这些低档 转折股票的人 节目中广告知情专线 欢迎来电 跟我现在联络 把握赚钱的机会 也祝福你 操作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别让一时错误的行为 造成两个家庭 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酒后驾车 已经造成许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侥幸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最结实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得头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得1头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得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无料ов立 oke 如果您有任何耳心 明日一 JUDY 是